大家好 我现在在南宁市的雍零区 今天 经过这条路的时候我一中发现一部比亚迪八层新 感觉到还是蛮新的 然后没有排的 就这样 停在这个立坏带的上面 这个不是停射位的 然后我想起上个月月书的时候我已经发现 他已经停在那里了 应该蛮久的 应该不止一个月了 不懂什么原因了 因为不懂是不是没有停射位 然后在外面停还是什么原因 但是这里 不是停射位了 感觉到挺奇怪的 不懂是 还是丢 什么原因丢弃在这里 这部车的话就是停在这条大马路的路边了 绿化带人行道的 旁边的草地上 我第一次见的话是上个月的月书 然后今天再一次见的话就 开始留意了就会感觉真的不对劲啊 因为是没有排的 而且 他不是临时停车就这样丢在这个路边 很奇怪 真的没人要了吗 还挺新的一部车 真的太可惜了 难道是车主真的没有停射位 然后就乱放在这里吗 但也不至于啊 因为这边刚开发的地方是很宽的 不像 是去那边那么拥挤的 现在这边都征地了 可能有钱人多了 车都没地方放 可能 放到外面了 或者是书什么事故了 不想开的吧 不懂什么原因了 大家看到这个车头啊 它的灰神的已经厚厚一层了 应该放的蛮久了 而且大家看到这个倒后镜 已经烂了 我不懂是被人打烂 还是本身已经烂了 大仙世界无息不有 现在有几部车开的人也多 没有车开的人也多 就像我真的都还没有车开 那许电动车今天真的热死了 真的晒得晕晕了 不过说真的就是有时很暴晒 有时还会下雨 但是我觉得在市区的话 我宁愿 开一个 不电驴 好过开小车了 小车的话 真的太阻了 给大家欣赏一下这个 五项清区的 街景 你看都是高楼大厦 而且全部都是写字楼 不懂得有没有那么多的喜业 那么多的老板 来这边办公了 但商业的话 靠的就是胆子要大一点 不只要快一点 想占这个千基的 靠的是胆量和眼光 决定则未来 这边以前都是一片荒芜 现在都是寸土寸金了